好来看到秀林乡长王玫瑰持续是推动一部落一纳谷墙的政策 那么上任之后呢就不断的在各部落进行宣导来获得部落的认同 那么秀林乡第一座的米亚丸纳谷墙也即将启用 秀林乡六成以上都是以太鲁格族的族人们居住比较多 宗教信仰主要是以天主教 基督掌老教会和诚人书教会 加上泰鲁格族的传统协俗 早期的观念是以土葬为主 由于近十年来 乡纪念的公募满账了 秀林乡公所在107年开始就到各部落进行宣导 希望之后要获得各部落的认同 秀林乡长王玫瑰上任之后就积极地加以推动 目标就是以部落营纳谷墙来迈进 自我上任以来 我们秀林乡其实我们的目的本来就是不足 那我们为了要解决各个地方的一些目的不足的一个情形 办理了各村办理了各场次的说明会 那目前呢 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完成了 我们苗碗的纳谷墙的一个设置 近期即将就是启用 那针对其他的部落 目前正在进行就是山站 虫光以及水源的相关资料的一个收集 以及程序的一个执行之外 那其他的部落现在目前 他们可以接受纳谷墙设置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因为也有可能就是部落都早期都是因为都喜欢土葬 所以针对火化的部分 还是很多人不太接受 不过是一个好的开始 因为毕竟他们可以接受设置纳谷墙这样的一个方案 我想我们这几年的宣导跟沟通以及讨论 我想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那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来努力 我们希望我们各个部落 都能够有一个纳谷墙的一个设施 让我们的目的不足的状况 可以评认而解 就下来我们可以表示 殡葬管理所所有的同学们 每年都会安排前往各部落宣导 就是要让大家了解殡葬习俗 可以用不同方式来呈现 不仅容积量小好管理 又可以达到宗教信仰的目的 我们可以表示 他会持续的推动殡葬多元化的政策 让购物环境不会让大家害怕 而是更人性化 更加清静 谢谢大家 喜欢我们的观看 好